持续再来关心的是台股今天持续在月线8508点附近震荡 测试多头的支撑力道 而这已经是连续的第三个交易日呢 台股在8500点之上震荡整理了 今天盘面的强势指标呢 主要是汽车零件零组件 包括了提维锡 江生 维生等各股都有工上涨停的演出 另外加世达强调转型朝医疗器材领域迈进 今天早盘呢是一度涨停再创波段新高 高价股部分像是股后汉维科 今天一度攻上涨停 成功的攻上了千元大关 也是盘面的焦点骨